第九河川局获知光复乡吉利坛获得全球建筑文化金奖殊荣之后 对于地方殷切期盼改善园区连外道路况高度重视 编列了三千多万元进行马泰安西上游两岸固体工程 希望在疫情期间能够进一步完成改善 大型总机械在马泰安西上游河道施工 右岸三角下 第九河川局长谢明昌工程技师与乡长林清水等人 就针对改善吉利坛连外道路该路段来进行会看 这整个光复二号提防的一个防灾减灾工程总共耗资大概三千万 那除了这个在这个右岸的这个机脚保护以外 我们在左岸那边我们也施作了整个防灾减灾对于左岸提防的保护 第九河川局长谢明昌指出 2019年白鹿台风来袭 洪水再度冲刷破坏右岸机脚 当时会同县长许正为县场会看后即刻编列三千多万元的经费 进行马泰安西上游河道整治及左右两岸固体护岸基础工程 其中右岸掏空冲刷的地方也是通往吉利坛远去的必经之路 因此而川局透过了这一次的河道整治工程设置全国最大的钉坝 同时回填四到六米深的高滩地沙土来一并加固护岸基础 以立后续地方工所进行道路铺设及管养 那这一条防灾减灾工程其实因为我们把它护岸做一个加高 增加对于我们机脚的一个保护 那同时这一段因为加高之后 这一条路未来会交给我们光复相公所来做任养 那这也是一条可以通往吉利坛的一个联络道路 图获全球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奖殊荣荣的光复相吉利坛油漆区 疫情期间也暂时风源 第九河川局和地方工所也赶紧把握时机 携手合作进行道路环境的改善 希望在解封之后提供游客民众以及农民一条舒适安全的道路环境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